哎呀 我第一个化妆影片就翻车 我气死了 哈喽 大家好啊 今天拍的影片呢 就是要拍我昨天分享的IG story这个妆容 然后呢 我也不是很精专于化妆啦 所以大家不要expect太大 因为这妆容我是在Pony那边看到的 然后我是跟着他的一步一走慢慢这样子画出来的 所以在座的各位呢 应该都是 看着我不会化妆到会化妆到现在拍影片分享我化妆 我觉得这样也不错啦 你们跟着我一起长大 然后可能看这个影片的人比我还会化妆之类的 哎 我就是一个白菜 这部影片除了教那个化妆的步骤之外 然后还会教一些我用的用具啊 然后我的眼影啊 我的口红啊 就是在这部影片分享给大家 OK 化妆前呢 我都会先擦一个护唇膏 因为我的嘴巴是属于比较干的 所以我就比较需要这种护唇 这个护唇我是用Fresh的Rose护唇 这个蛮好用的 而且很香 我很喜欢 而且我的嘴巴有一个怪病就是 用它不适合的护唇膏哦 就是会裂 然后会很痒 so far 这个很好 然后现在我就会上primer妆前乳 这个是Estee Loader的 这个很好用 这还会均匀肤色 然后它还有那个防晒功能 然后在这之前呢 我就已经有擦防晒了的 我是一个要把景象 也要跟脸部肤色均匀 有时候我懒得化妆啊 我也是会擦这个primer 然后直接出门了 因为它有防晒的功能 然后我现在就会先上遮瑕 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刷具 我的刷具是这样的 这个呢是中国的一个牌子 叫瘦瘦狼 我是那时候想要找刷具 然后我就去search哦 然后他们讲这个瘦瘦狼蛮好的 你看 像这样子修容刷 然后又给一个sticker 我就觉得这个真的很好 因为我分不清 这些刷具是配哪一种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瘦瘦狼蛮不错的 然后我就全部粘上去啊 现在先上遮瑕 遮瑕咧我是用NARS的 这个我觉得蛮好用的 而且它遮瑕力蛮够 然后我遮瑕哦 之前一开始我是用海绵上 可是我发现还是刷具比较厉害 遮瑕刷 我会这样子 像我下巴这里啊 然后这个青长的痘痘气死我了 像我下巴跟这里哦 会蛮常有痘 点在我痘痘的地方 因为这个遮瑕会属于比较容易干的 如果你用那种海绵蛋去拍哦 它其实拍不均匀 所以用刷具是最好的 像我大概先涂完痘痘的地方 我不太喜欢先放黑眼圈 因为它比较属于快干啊 所以放黑眼圈会比较难耍开 轻轻慢慢的温柔的拍开 这样子的遮瑕力我觉得很很厉害 不好意思啊 我的镜子在这里可能不太好 我这样子拍 像我这边因为我比较严重啦 不会带到纯粥 对哦 我的那个色号是Light 2.5 真的要一点一点慢慢拍 不然哦 就是跟没遮一样 然后遮完痘痘痘 我才会上遮瑕 因为我黑眼圈算蛮重的 所以如果你上太多的话 你的遮瑕会变得很厚重很假 所以我都会上在黑眼圈最下面的地方 这里 这样子 然后慢慢的拍上去 这样的黑眼圈会比较自然一点 这样慢慢拍 慢慢把它晕上去 因为我会有那种小细纹 所以我会这样子抬 抬一点点 把那个卡的地方拍散它 把它画出来一点 那会很明显 清哦 眼睛一定要清 这样子的眼部会比较自然一点 现在要拍这里 你看 明显哦 那个眼睛的部分是不是自然很多 然后现在我就会先上粉底 这个先放在一边 我来跟你们说 我用的粉底是气垫粉底 我用的这个也是Astiloader的 我很喜欢它的感觉 就是有种水光机嫩嫩的那种 这个跟上一个primer也是公关品来的啦 他们记得色号都是蛮符合我的色号 我都会这样拍 OK 我的底妆上好了 为什么我刚刚讲遮瑕再放一边 因为我发现啊 就是拍了之后 它会把我的遮瑕带走一点 所以这个时候我再把它补上去 可是这时候我不会直接涂的 我是会拿很像盖啊 这样子一点点 这边有剩余的那种遮瑕 然后把我这边有一个兜兜的地方走到去拍 用拍的清 这样子是不是比较好一点啊 然后下一个部分 我就会上蜜粉 蜜粉的话我是用 哎呦 这么肮脏 蜜粉的话我也是用NAS的 可是这个蜜粉嘞 我在店里试的时候 是蛮有感觉亮亮的 可是从不知道为什么 试在脸上 就没有那么的好看 也没有感觉 应该是说 试了脸上没有感觉 我在想 是不是我用的不对 我也是用这种刷子 扎鸟拍 我会先拍眼睛的部分 因为我觉得黑眼圈掉妆会很可怕 所以我会先拍眼睛 然后我会拍刚刚我遮瑕过的地方 痘痘 重点遮瑕 要给它拓 然后剩下的就是全年这样子 轻轻拍 现在我就会先画眉毛 眉毛的话我是用这个 XL的 看看到吗 因为我的头发都比较深 所以我就会选比较深一点的深棕色 好像在什么道口令这样 因为我有纹眉过 所以我就会跟着那个方向 画 嗯 好像有点不一样 OK 眉毛画好了 然后我现在会用染眉膏 因为我是看这脸像是很凶的人 所以眉毛如果很深的话 会看起来很凶 我就用这种比较浅的染眉膏 跟它染一下 这染眉膏是什么牌子 我已经忘记了 有点不记得这个是什么牌 你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知道的人就留言下面下 这样子是不是比较淡一点点 比较温柔 然后现在我会画鼻影 鼻影的话 我用的是 Too cool for school 你看我用了很久 它还是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颜色呢 有些人讲它很浅 我也觉得它很浅 可能就是因为这么浅 才适合做鼻影吧 最浅的颜色跟第二神的颜色的中间这里 这样子画 这边 然后点一下 然后画鼻影 鼻影的话 我是画这两个地方 根的内部 画 然后 另外一个方向画 还有根眼窝这里 然后 再来一点 画鼻头 画这个地方 压扁它 然后 这样子 扫 这里 原来 我的鼻子就是这么简单 我的眼影盘 只有两种 一个是朋友送我的Dior 这个蛮好用的 大地色 还有一个是 Colourpop的 Sweet Pop 它是比较粉一点 可是我觉得不适合我啦 我觉得我应该要买在大地色一点 最浅的颜色 然后 打眼窝 然后呢 我会用 这个 巧克力色的打底 Colourpop真的很深 你看 现在有点车祸 不好意思 这是暈软刷 我把它 暈软开来 暈开 下手太重啦 我 该不会第一次 就翻车吧 其实你看我的眼睛 就是很麻烦 你看喔 很大片吧 没有 很大片 没有 超麻烦的 同一个颜色少下眼睛 我很喜欢 这一盘的 这个亮片 我每次都会用这个亮片 这个亮片很好看 然后我就拿来弄 握蝉 这边 这样挤一下 看到了吗 握蝉 然后现在要刷睫毛 刷睫毛的睫毛夹 我是用这个 Muji的 小小一个 这个蛮适合我的眼睛的 夹睫毛的话 我是会 这样子 拉着下 这样子的翘度 会比较自然一点 我会这样 然后 这样子 拉 拉着下 不懂你们看得到吗 然后 这个厉害了厉害了各位 睫毛定型液 这真的很重要 在我还没有认识它之前 叻 我每次刷睫毛 一定会晕开 但是我用了这个过后 没有再晕开过 这真的很厉害 这叫睫毛定型液 这是 Edusa的 艾杜莎 不知道马来西亚 有没有进这个牌 但是 台湾的Workson 就会有 台湾的屈臣室 这很厉害 各位 如果有 买起来 这 我不懂要用什么来形容它 这个真的 太厉害了 我给我姐姐 用姐姐也是问我 哪里买的 这真的很强 给你们看 定型液 刷 刷一遍 然后下睫毛也来 很像很丑喔 一遍啊 你们看 这是睫毛定型液刷好的样子 很漂亮了 已经可以了 其实如果你懒惰的话 刷这样子已经够了 可是 女人是不够的 再来 我要给你们推荐 Kiss Me的 睫毛刷 这个 这是小头的 这个小头真的可以刷到根根分明 给大家看一下 这么小的 很好刷 真的很好刷 我是买brow color 因为我不太喜欢深黑 这样子 自行刷上去 美 一个字 美 我跟你们讲初学者 就是不要像我一样 我以前这样刷一点点 哎呀 不好意思啦 人家看到 现在不管 照片要好看 刷 刷上去 好看 嘖 嘴巴怎么一直打开啊 下睫毛也跟他 不客气的 刷 这样 看到了吗 很漂亮 好我的睫毛刷好了 假如我刷好眼影的话 我就会看我的眼睛 白不平衡 这里的高度有点不一样 我就会贴双眼皮贴 如果一样的话 我是不会贴的 我用的双眼皮贴 应该很多人都想知道是什么 因为是不是看起来很厉害 我用的是这个 一个我在台湾才买得到 在马来西亚我没有看过 它的牌子叫D.U.P. 然后我买的是双面 双面胶这样子的 你看这是比较属于长形的 而且它前面是尖头的 对于我的眼睛不适合啦 因为很刺眼啊 所以呢 我就会拿开 把前面两头剪掉 然后贴上去 这真的很好用耶 我跟你讲 那双的宝宝们 要怎么把你的眼皮 撑上去 你看 这样子有一条线吧 是不是 我们这边会看到一条线 你把这个东西贴在你的线上 线上高一点 OK你的形状就会出来 这样子哦 这样子看 OK我的线是那一条嘛 我就把它贴在上面 这就是完美的线 你看 为什么我现在不敢闭眼睛 就是 我要让我的双面胶 很贴合我的眼皮 如果你一直这样子 砸来砸去的话哦 它那双面胶黏性 会很快就不见了 OK 这样子看 它就代表它有 稳 贴稳了 那双的宝宝们 照着我做吧 我已经把这双眼皮 用了零零尽致了 这影片是不是男生看会很无聊啊 教化妆 这样子男生 你就把这个影片 给要追的人 这样我们来看 给你们看近一点 Balance了 这双面胶型的双眼皮贴咧 不好的一点是可能闭眼睛 会看起来比较明显 给你们看 对 它就是一条线 很像别人割双眼皮这样 就这一点我比较不太喜欢 然后之外咧 其他的 跟你正常谈话的话 它不会明显 所以我很喜欢这个 现在呢 OMG 我 错过了一个最重要的一点 隐形眼镜 我应该在之前就放的 因为我不常戴隐形眼镜 而且我戴隐形眼镜 会流眼泪 怎么办呢 好 我现在来戴隐形眼镜吧 没有办法 我忘记了 我真的忘记了 等一下 好嘞 我回来了 然后这个隐形眼镜呢 很多人昨天问了 一直瞧 这是什么隐形眼镜 那么漂亮 这其实是台湾买的耶 这个叻 是那时候菜场有想要出席 天赋争的那个活动 然后买不懂几盒才有那个资格 就可以报名 这个叫光样瞬间 是这样 这是日炮 所以这个 大家为了拍这个影片 我就浪费了一对日炮 我买的是 木光赫 你们可以看 我真的是零度 我平常都不戴隐形眼镜的 不懂马来西亚有没有这个款 我真的对隐形眼镜借的不太了解 而且我是一个 弄到怎么样 我要这种辅助器 我才可以把隐形眼镜戴上 不懂大家会不会想要 如果我是在淘宝买的 如果你们想要的话 我下面会有链接一样 各位就去买吧 我觉得我要准备好纸巾 然后万一一个不小心 就把我的妆全部毁了 怎么办 你们不懂 你们不懂 真的会有恐惧 哎呀我第一个化妆影片就翻车 我气死了 各位 我成功放进一只眼镜了 我现在要带另外一只 太难了吧 我的手都按到我的妆了 死了啦 我第二个眼睛戴不进去 终于 各位我跟你讲 我拍到天都要暗了 各位 我把那个灯开亮一点看看 OK 谢谢天 谢谢地 太棒了 各位如果喜欢的话 就去买吧 而且我的眼睛 不知道为什么 戴隐形眼镜啊 都会容易干啊 应该是我眼睛 不太适合戴隐形眼镜 现在呢 就是要画眼睛的 内眼线这样子的 这个刷具我很喜欢的是 它真的什么都有 所以我买了这一套的话 我就不担心 我没有什么东西 用Dior的最深 这个颜色 点一点点就可以了 因为它这个真的很显色 然后把你的眼皮翻开 这样子 哦呦 哦哦 慢慢的呃 我的双眼皮贴 等下要黏过 因为忘记要翻开我眼皮 抱歉 这个眼睛根部这里 不好意思我还是看眼睛 然后你画的时候 呃 它是比较温柔一点的妆嘛 就是睫毛的最尾嘛 然后直接画一条线出来 哦 对 这样子平平淡淡的一条线画出来 但应该只能讲话啦 为什么他们可以不用看镜子呢 然后看到这边画咧 有点 有点 RESPECT 你看我的眼线就是这样子 眼尾 然后一条一条 画出来就可以了 我眼线也没有很厉害啦 下眼线 也就是这条 这样子画 好 看了明显吗 这边有一条线了 然后我现在要贴回我的双眼皮贴 怎么办 我觉得我今天下手还是有点重 我觉得Pony的比较干净 我昨天画的比较干净 我今天 嘖 还是有点 大家看看就好 腮红咧 我是用NAS的 我先会用这种比较浅的打底 这是NAS的新系列 打在这个地方 就好 然后一样 然后我会用深的再加强 然后通常我的鼻头也会来一点 因为这样比较 比较Cute 然后下巴来一点 用这个 我看过有人用腮红来修容 我觉得也蛮好看的 然后还有个高光嘛 一样打在你这个地方 昨天的那个妆是比较橘橘这样子的 所以我会用这个 Sedane 是这样念吗 我不知道 就是这个Sedane啊 应该是吧 的101号 它是比较温柔的 然后又很适合休闲的时候 我们出去可能只是擦个口红出门都很适合 它很漂亮 这个有点像是之前比较流行的奶茶色的 它是不会很 很亮 然后也不会很 应该说也不会很高调 而且它很保湿很湿润 我不喜欢用太MAD的 因为我觉得我的嘴巴很干 所以用MAD的话会容易脱皮 然后我再带回白色的发箍 真的没有骗大家 我已经拍到天暗了 如果你的头发是像我这样很扁塌的 你在拿这里的头发之外 你再把这边一点点搬过来 里面 它不会看到你的发际线好像很空这样 你看到吗 我已经隐藏了我的发际线 这样子你的头发就不会很凸啊 因为我其实算是掉头发蛮严重的 然后蛮凸的 这个是淘宝买的发酷 耶!我的妆容终于完成了 真的是有点刻苦又很难得的 第一支化妆影片终于出来了 太棒了 如果你们喜欢这部影片 然后很想要学 就看个屎变 然后把这个妆容分享给你的女朋友 给你的闺蜜吧 我自己是蛮喜欢的 好嘞 大家 这部影片到这里啦 拜拜 帮我 我很少讲这种话 但是我觉得我最近要努力的 学讲这种话 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拜拜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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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